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天爺早就提醒我们了 这七月的事情 甘肃沙漠地带 它七月飞雪 七月飞雪 沙漠地带飞雪 也就是说整个地球的气候 全部都完全做改变了 然后吉林敦花这个冰雹 这个冰雹 那这一盆看不清楚 你如果还很浪漫的时候 我可以拿来当刹冰 它这个天上直接打下来的 我们来看看 对 我们来看看天上之 对 这个打下去真的会脑震荡 你看 这一组还没有很清楚 你看下一组多惊人 其实后学在几年前的软婴的课程 就跟大家做过对照了 那个时候是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的冰雹 它下下来 你看左边跟右边 它是不是同一个图 让我们到现在三年多还在挂口罩的 三年多已经超过一千天了 还在挂口罩的新冠肺炎 COVID-19的样子 病毒的在纤维镜下的样子 老天爷说你们不相信 这个世界有天有地 有神明 我就给你看一下 冰雹下下来就长那个样子 几百年前我就讲过了 官皇那本书早就写过了 那问题是几个人有听懂 几个人有醒过来 没有嘛 反正就是继续过我快乐的日子 那到哪天那口气没了 到底要到哪里去呢 如果你有还有归宇寿机 还有仙真来带 那如果没有完全照你的英国业力来计算 所以你看看这个也是 这个都像 你看那个是鹅蛋 那一刻不是鸡蛋 鹅蛋更大 对不对 左上角鹅蛋更大了 它的冰雹比鹅蛋还大了 就是鸡蛋的大概几倍 1.5倍吧 大概冰雹下来是鸡蛋的 你看那个放在手上 你就知道嘛 人的手掌 它大了 COVID-19那个样子 它大了 老天爷你看哦 我等一下印证给你看 从青草末年 他就已经在讲了 到现在一直下给你看 人还是打不醒 还是打不醒 我们再往下看 这是今年哦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 好你看 这个更可怕 这个我在那本书里面 有写过 观音劝士文里面 讲了一件事情就是 那时候不是说 1840年17代 玄穹高上帝 看到人间这么坏 他要降灾节 降灾节收进人间 结果不忍心 不忍心就五胜跪求 才有我们后来民间 可以看到飞软残教 这件事情我一定要 一讲再讲 三讲四讲 五讲六讲七讲 讲完好像大家都不记得 大家都不记得 每次讲大家都不记得 从1840年之后 分神飞软残教 我们民间一般老百姓 才有机会看到 仙真来降软 来写出这么高声 这么不断的在提醒 我们的道理的这些软文 以前只有皇宫里面才可以 那我们来看看 在1840年那个时候 清朝那个时候 也是要五胜跪求 要收进人间的时候 飞软残教之后 观音大事 他就去写了一段文章 他写说一段文字 他写说你就不用看 你就看中间就好了 滴滴很生气 容颜怒 然后就派了这些 这些相关的部署来干嘛呢 是来丢雷砖做雷砖 好你看看你说雷砖什么 你看看左边 那个房子上面这个 这个 这个全部是被这个打的 他是不是像砖头一样 冰雹下下来 天降砖头你有听过吗 天降美食是 是那个卡通里面幻想出来的 动画里面幻想出来的世界 哇天降我到处都可以吃 天降砖头呢 天降雪觉得很漂亮 对不对 哇好浪漫 赶快去赏雪 当它变成冰雹 变成这么大的砖头 把那个房子 那个黑点全部是冰雹打坏的 好冰雹打坏的 当地居民的外墙 楼房的外墙被扎的都是坑洞 这就是老天爷这样的 不用那个子弹来扫射 老天爷来这样 那你说像砖头大小的冰雹 清朝末年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告诉我们了 要决凡奸这二人 自救雷砖六百桶 你能想象天兵天降 他们就拿了那个雷砖六百桶 直接往人间倒 这样了解吗 倒在哪个地方 就倒在那个他需要处罚的那个地方 所以你说这是神话吗 马上印证给你看 就是雷砖 就是雷砖 然后饥饿啊 五瘟啊 瘟疫 好瘟疫 我们到现在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知道多少人走掉 可能是因为那个瘟疫的问题 已经几百万了 现在也没去看了 因为太多了 在几个月前看好像是七百万 现在没有再去追 所以了解吗 人跟天的相连 你觉得不要说人定圣天 我想为代 没有的 你跟天相连 我们的受算 我们的所有的 都跟我们的心念 所作所为相关 那为什么灾结都不断 为什么瘟疫不断 人心太快 我们阮一包讲过恩便 因为先佛每次来 其实他写的也都怎样 大同小异 只是每个人的文笔 跟切入点不一样 每个仙 每尊仙的文笔 跟切入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聪明的 要抓到他的根源 他的根源就是 都是贪嗔痴爱欲 贪嗔痴满意 这些三读五读去延伸的 然后拉到什么 拉到巴士 阿赖耶士 拉到眼耳鼻舌生意 莫娜斯阿赖耶士 常在那个内在 自信很深处 很深处自己都不知道的 啊 uria 现在完了